各位朋友 现在在我们俩身后所站立的是 华谊兄弟旗下的明星艺人们 首先今天晚上 歌手徐若萱要代表华谊兄弟公司 来宣布一个他们最新的赈灾决定 若萱 华谊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公司 我在这里代表华谊兄弟 宣布所有艺人共同录制的这首歌 想要见上收益全数会捐给台湾的灾民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帮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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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在若萱身边站的另外三位 我们的女艺人也是来自台湾 刚才吴佩慈已经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区 接受我们的访问 在吴佩慈边上站立的是 我们的安苡萱 苡萱已经在台湾参加了 我们的台湾的这个也是举办的这个赈灾议 而且听说你本人已经捐出了六十万元 是不是 对 其实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那天 我听到了一个故事 当时八八水灾有一个外公 亲眼目睹他两个孙女被活埋 他用自己的力量 一直挖一直挖 他救出他第一个孙女 当他精疲力尽的时候 他很想放弃 可是他知道他还有一个孙女在里面 所以那个外公 使之后他最大那么年迈的身体 再去挖 快放弃的时候 他摸到他第二个孙女的身体 他两个都救活了 也许现在在场的观众朋友 电视机观众朋友 你之前捐过钱了 但是你想想现在 如果你有能力可以再捐一次 也许你可以救更多的人 求求你们 让我们把台湾救起来 让温暖带回台湾 谢谢 谢谢 谢谢以萱带给我们的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刚才我们在晚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介绍了 台湾现在呢 也开始进入到灾后重建的这个阶段 其实灾后重建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它需要我们不断地爱心接力 不断地用我们的爱心 来给台湾的受灾同胞 带去温暖和信心 那在我的身边呢 也是著名的艺人孟广美 广美也是台湾人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看到 这么多的爱心涌动 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和我们的分享 其实我心里特别的激动 身为一个台湾人 我常住在北京 8月8号从电视机里面传来 山崩地裂 鬼故神豪的画面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我的心被撕裂了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我的一个人的力量好渺小 我什么也没办法做 我没有办法飞回台湾去 我能够捐得 我的财力又这么样的渺小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听到南部很多商者 他们缺血 我连最基本的想献血 这个动作我都做不到 但是第二天 第三天 当我陆陆续续从其他的媒体 看到了中国 内地 所有的地方 大小的城市开始 有这些捐献 有这些筹款的活动 我就发现台湾人有救了 我也看到什么叫做横跨两岸的爱 在这里我要代表 台湾人民 我要代表台湾的受灾户 台湾的重建工程 就像您说的 非常的漫长 需要大家的帮忙 谢谢你们 谢谢 今天 华裔兄弟的众多明星们 也将在我们的舞台上 发出他们的爱心倡议 各位有趣 各位有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